台南市中西区的一间夜店在清晨发生了兜冲突 一名男子疑似喝了酒之后走路 跟穿着黑色衣服的保安人员发生了擦撞 从口角纠纷演变成了全武行 男子不但对着保安人员大声的叫嚣冲撞 而在混乱当中男子的朋友也加入战局 对着保安人员挥拳场面非常失控 白衣汉衣两派人马爆发冲突相互推挤 其中一名白衣男子大力一推 把穿西装的黑衣男子给推倒 接着冲突没完双方再度拉拉扯扯 下一秒立民戴眼睛的白衣男子失控出手挥拳 朝同一名黑衣男子打得过去场面相当混乱 事发就在台南市中西区五号清晨金华路 三段一间夜店门口发生斗殴 一名穿白衣的男子不明原因 和一群身穿黑衣的保安人员先是起了口角糟纷 一路大声叫嚣冲突 此后朋友也加入战局甚至出手挥拳 警方获报立刻出动快达部队到场 双方造就尿受散 夜店发生全武行警方不可大意随即调阅监视器 锁定相关事案的三个人带回调查 经过吹查双方在夜店一次救后走路擦撞起口角 进而获报动手 现在三人全被送进警局 得为自己的失控行为付出代价 接下来黄富奇台南这么多